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魔方 我是陈荣 有人说时间会冲荡爱情 也有人说时间会让爱情更加激变 今天我们主人公碰到的这个问题呢 与爱情有关 也和时间有关 我们来了解一下 王浩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作为求助者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是这样的 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很久了 我想向她求婚 但是她总是拒绝我 在一起很久了 有多久 接近七年吧 我们从大选的时候在一起 七年应该说感情非常深厚 更且牢固了 你向她求婚 她始终不答应 可能是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 我让她等太久了 所以她一直对我有一些意见 你的女朋友叫周琳是吧 我知道她今天也在现场 我们请她特地要来到现场 面对你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周琳的回答会是怎样的 周琳你好 主持人你好 这里的男朋友王浩 她说她和你恋爱七年向你求婚 你反而拒绝她 为什么呢 王浩 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遍了 我和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在一起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 主持人 你不要听她乱说 我不是她的女朋友 她说跟你恋爱七年了 你不是她的女朋友 曾经我们是深爱过对方 什么曾经 我们现在也是呀 你老师和主持人说 你离开我多久了 有一段时间我离开上海去外地打听 什么叫一段时间 是整整五年 五年的时间 像人间蒸发一样这样消失掉 点脸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这个是我在浦东买的一套房子 这是大门钥匙 装修得跟以前我和林林梦想的一模一样 然后 有两叉 这叉是给林林准备的 为什么上面寄了根黄丝带呢 这个是因为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她说黄丝带代表思念和平安 就希望如果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家 就希望我一下班就赶快回家 因为她在家里等我 王浩你还记得吗 我们曾经两个人坐在草地上 两个人一直幻想未来的家 但是你每次问我 以后是什么想法 希望是怎么样去装修 或者我都是说听你的 因为我知道你都是等待我的同意 并不是需要我提一些意见而已 你以为你现在有钱了 就是我想要的一切吗 你不要那么自以为是好不好 王浩为什么要离开周琳呢 为什么要离开五年呢 这个周琳应该清楚的 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应该算清楚才对 既然今天来到这里了 那你索性给我个交代 你为什么五年前一句话都不说 就这样离开我 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 还提到干嘛 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当然要给个交代 如果是在给我一个解释 不知情的情况下 不告而别 我觉得真的有必要 在现场和她说明白 你当年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要走五年呢 当初就是因为你妈妈 她看不起我 瞧不起我 一定要要求我们分手 说我没房没车的 怎么跟你在一起 后来我就一下子 离开上海去 就这样打听 我就是要证明给你 还有你妈妈看 我是有能力照顾你的 我是有能力给你幸福 周琳的妈妈曾经找过你 对 我怎么不知道 她跟你说提什么要求 你自己可以去问她呀 她向你提什么要求了 她打电话给我 找我出来说谈谈 关于玲玲的事情 然后跟我说 如果你要跟玲玲在一起 然后列了一大堆条件 能跟我们说的清楚一些吗 什么样的条件 你比如说 你在上海一定要有房子 不能小于120平 你一定要有车子 车子不能低于30万 还有多少多少万的存完之类 就那时候你刚刚大学毕业 我当时刚大学毕业生 哪一个大学毕业生 能有这么多的积蓄 那你的选择就是走 去外地打拼 我当时就很厌不下这口气 我觉得 一定要证明给 娃娃一看 我是有能力照顾 我是有能力去挣这么多钱的 所以我就去外面 自己创业去 你走的时候 有没有跟周玲 有写封信呢 或者跟他说明白 我出去是为什么 有没有说一些情况呢 当时 我 当时是这样子的 05年的冬天 我过生日 我让王浩到我家来吃饭 我的目的 就是想让他和我妈妈的关系 能够进一步 没想到他一直没有出现 只留下了一封信 信上只有一句话 说 你等我五年 我当时看到这封信 我就傻掉了 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突然之间 他也没有说原因 为什么要等五年 对 就消失了 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消失了 五年没有回来过 主持人 你不知道 上个礼拜 王浩突然来我家 带着户口本 说要和我去领结婚证 我差点疯掉 他五年都没有出现过的一个人 突然出现我家门口 说要和我去结婚 你让我怎么能够接受呢 我当时就讲得很明白 我说让你等我 五年之后我一定会回来 我已经旅行成了 我现在就回来了 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 就留下一句话 你让我要等你五年 你不知道五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我知道你过的 不上心你知道吗 那如果这五年来 你没有证到这些东西呢 是不是今天我们还不能看到你 周琳也还不能看到你 那我就永远不回来了 那你今天 你现在回来干嘛 因为我做到了 你妈提的条件 我全部都做到了 为什么我不能回来 的确啊 王浩 你的走 包括你的出现 都有一些冒失 你可以想象 这五年来 周琳会怎样想 周琳会怎样判断你走的这个行为 他又如何等待的下去 今天周琳的母亲也在现场 我们其实也想求证一下 当年你和他妈妈之间 是否真的有这样的谈话 他妈妈的确是否提出一些要求 来我们请周琳的妈妈 主持人你好 主持人你好 王浩他说 我看不去他 我根本没有看不去他 那王浩说 当时您向他提了一些要求 比如说房子要120平 要有车等等 是真的吗 对 我跟他出来是谈了一次 但是条件什么的 我根本没有谈过 不过我觉得这个人 脾气贵贵的 没说这样几句话 他就跳了起来 所以我坚决反对 他跟我的女儿在一起 你别找借口了好不好 我怎么找借口了 我找什么借口了 我说错了吗 你当时就是嫌我家里说 我现在不为自己的女儿着想的 你有什么 你什么都没有啊 你别忘了 你什么都没有啊 我当时刚毕业大学生 我当时有工作 我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你车子没有车子 你房子没有房子 你钱没有钱 你给我女儿有什么幸福感 你去问一个 哪一个毕业大学生 哪一个刚毕业就有车有房的 主持人 我睡觉 我当时立了那么多的条件 我就是不喜欢她 你不是说真的要 自己的女婶拥有这些条件 才能娶女儿 对对对 我是又一男为她的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她呢 我想你做一 你为什么要这样了 她也不生气啊 我对她这样讲了 如果她这件事 经常来跟我女儿来个幸安 打个电话什么的 那我也不会 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阿姨也有些激动啊 其实我从您刚才和王浩的对话当中 我到发现 可能你当时的确暗示过 房子车子的问题是吧 我没跟她谈过什么条件 因为几分子 根本是有房子的 是吧 她房子没有房子 钱没有钱 她什么都没有 您当时就是这么跟她说的吗 我没跟她什么说 我就是她 想她要准备 主持人要给一个好大的条件 她又不能给我女儿 什么条件呢 她什么条件 那您当年说 曾经的确见过一次王浩 和她说了一番话 你说的是什么呢 可以了 她还要问我借钱了 你说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人 阿姨 您当时跟她见面的时候 跟她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话呢 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你责备好 是吧 你要娶我的女儿 你必须要责备房子 那是最最起码的 少为了挣备一点钱 你这里娶我的女儿 这个我以后会去 我会去挣钱 我会去买房子的 你不要这么急 急于当时那个时候呀 看来周琳 你妈妈的确 你妈妈是你什么时候 你总共要给我一个 说到过房子车子的问题啊 妈 你什么时候找她谈过啊 那个时候阿姨打电话给我 她说 我想跟你谈一下 关于我女儿的事情 然后她说 如果你想娶我女儿 就必须要有 有房子 不能小于二十平 要有车子 要三十几万以上 还有多少多少存款 我当时听了 我就很气愤 对我太不公平了 又没有给我时间 去完成它 就摆明了 逼我和周琳 所以出事你走的原因 就是周琳妈妈的 这些要求 可以这么说 刚刚阿姨说 你向她借钱 是怎么回事 阿姨 你刚说 王浩还向你借钱 当时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她那个时候 后来她问我借 居然问我借钱啊 她是什么 要做生意 你说有这样的事吗 那一个人 问她的开口闭口 问了家的父母拿钱啊 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做错什么了 王浩要离开我 为什么要去向你借钱 还不是你借的 你现在翻来有什么用啊 你帮我永远 还费得不够嘛 那一个人 问她的开口闭口 问了家的父母拿钱啊 我有固定的工资 我好好的呀 为什么我要去向你借钱 还不是你逼的 你说我现在没车没房 那我要去镇压 我只能去创业是不是 我创业我需要提供资金啊 我以为是你不满意我现在的状况 我以为你会支持我去创业 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了 没想到 她反倒不支持我去创业 反倒要说我是无赖 让我不要跟玲玲在一起 随着你开口逼开 问我拿钱的 你怎么会想到问周琳的妈妈借钱呢 因为我家里条件是不怎么样 如果我想去创业的话 我只能求助于其他人 但是我的朋友圈子里面 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有钱 而且周琳妈妈是她介意我家里没钱的 所以我想去创业的话 我觉得她应该会支持我 所以就试着问了一下她 没想到她就大发的意思 周琳妈妈就更火了 更加生气了 阿姨是吗 就是了 你说啊 她开口逼口问我拿钱 你说我凭什么要借钱给她 你是我什么人呢 你就是不相信我 你觉得我没能力 如果我借钱给你了 你不还给我 怎么办 我到哪里去找你啊 我还都会 阿姨 你这些事情都跟周琳说过吗 我没跟她说 所以女儿是蒙在鼓里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周琳今天可能谜底揭开了 当年王浩走的原因 是因为你妈妈向她提要求 王浩急于求成 还向你妈妈要借钱 就算是我妈妈对她不满意 也不代表我对她不满意 我和她之间的感情 不是别人可以来插入可以管的 我觉得是她对我不信任 她不尊重我 有吗 你对周琳不信任吗 我哪有不信任 只是有一次她 她跟我说要去相亲 我觉得你有男朋友的 而且她父母也知道 我是她男朋友的 还安排她去相亲 我觉得这就是不尊重我 父母安排周琳去相亲 是的 阿姨是不是有这回事 我妈妈安排我去相亲 只是走一个过程而已 怎么叫走过程 我和王浩 是你走个过程 对 因为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介绍的 我如果不去的话 我妈妈会很没有面子 所以我在之前 已经跟王浩说得很清楚了 我让她相信我 然后她就是不信任我 你为什么不 我不是叫你不要去了 你还去 你知道我当时的心理感受 是什么样子的吗 那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介绍的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 为什么要去了 你就是不相信我 你不尊重我 你说为什么也相信你 你一走那么长时间 也没给我女儿来一封信 打一个电话 我也问你 我走这么长时间 还不是因为你阿姨 我相信你 王浩 你不要这样态度好不好 你不是一个不服侍人的男人 好 我们现在听明白了 我们讲今天呢 先来请教一下心理学家 张云云博士 我们听张博士的意见 为什么 那个时候五年前的王浩 会毅然决定要远走她家 抛下她的女朋友呢 张博士 你好 你好 王浩你能够帮我们回应一下 当时你决定 留这封信给女朋友 然后就走人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当时你在想些什么 当时我就是想证明给 阿姨还有灵灵看 我是有能力照顾灵灵的 我能够满足她的要求 所以我想去用自己的双手去 创业去 理解 你的意思是说 你远走高飞 其实你的消失想说明的是 你想争气对吧 争气给他们看 我就想证明自己 理解 然后你照你们意识到 就当你做这个动作呢 在你看来我在争气 可是在女朋友看来 消失五年 没有任何的信息 基本上你在赌气 到现在五年之后呢 你既然你出现了 表示方方面面 你也做到了 你当初设定的目标 那么现在状况不错了 你没意识到 你跟这个周灵的妈妈 说话的时候 语气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愤怒 也就是说 这么多年 你出去 赌气出走 然后现在 你觉得应该 真气回来了 然而在心里面呢 你还是有很多的气 似乎没有抒发出来 我不晓得这个状况 是不是你最好 要去跟周灵 谈婚论嫁的时候 表现在心里头 我是觉得当时 我跟周灵在一起 好好的 但是突然 阿姨给我列 这么多条件 让我无法满足 所以我只能通过 自己努力去做这个 去达到她的要求 现在我达到了 她们反而 但为什么要选择 用消失这样的方式呢 你可以依然 跟周灵有联系啊 你可以跟周灵商量 你选择的目的地 是哪里 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不是没有想过 我每次拿起电话 想打给灵灵 但是一想到 我现在还没有完成 而且我如果听到她声音 我就怕自己忍不住 又跑回来了 又放弃了 所以 我觉得我把电话放弃了 你就是知道 我妈妈对你很多要求 你只是很气愤地就走了 你不是一直在为我着想的 否则你想我的话 你不可能五年 你不可能五年里面 没有一条消息给我 你如果想我的话 你肯定会和我有联系 打电话给我 你的意思是说 你觉得她没有消息 代表她不够在意你 不够想你 对 你听明白了吗 但是我如果打电话给她 我就会控制不住 我就会又回到上海来 我就又会待在那个地方 待在那个地方 让我又会满足不了 那个阿姨的条件 所以你不是一心一意为我好的 你没有为我着想过 你不知道我五年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知道你这五年来受了很多苦 我会慢慢弥补给你 看王后 我们先来问问你的五年过得怎么样 你去了哪里 我回了浙江 为什么选择去浙江 因为我老家在那边 然后有很多亲戚 所以想做生意 从那个开始我就想 做了些什么样的生意呢 怎么开始的呢 刚开始没有什么资金 自己就摆地摊 然后卖一些小商品和衣服 因为我比较了解年轻人的喜好 所以我的衣服卖得比别人要好一点 后来摆地摊的其他人 就联合起来欺负我 把我的东西扔进垃圾堆里面 当时我跟他们吵 还被他们打 那天 我把扔进垃圾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一个人坐在路边 我就在想 我这到底是在干什么 我放着好好的稳定的工作不做 后来一想到玲玲 还有我们的未来 我就又坚持下来 鼓起了勇气 后来有朋友说要合伙开服装店 然后就和他一起 后来生意还不错 慢慢地攒了些钱 然后又做吉他的开网吧 然后做一下服飙器权 后来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工厂 和物流 现在我觉得我有能力 来满足阿姨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回来 可是回来之后 却看到了不一样的情形 你发现原来 你证明自己回来 想要让周灵过上好的生活 但周灵却不答应了 那我们再听听周灵这五年是怎么过的 当他离开我的那一年 我发疯一样地找他 我打给他所有认识他的朋友 到最后都不敢接我的电话 就没有人知道他的音讯 对 之后 我每当手机一想 我总认为是他 但是每次都不是 我想等下一次 再下一次 就这样希望失望 我走在街上 总是像幻听一样 我总是感觉 王浩在叫我 我 往前走两步 回头看看 路上的人 都觉得我很奇怪 之后 我根本没有办法上班 把工作也辞了 第二年 我得了抑郁症 妈妈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为什么 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到底是做错什么了 王浩要离开我 林林 我现在回来了 我们一起 我们以后一起好好过好不好 你现在回来有什么用啊 你现在回来有什么用啊 你把我女人还害得不够吗 王浩 你爱林林 我不是跟你讲过 你这是爱她吗你 你这是爱她吗 我 算了 我算了 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但是林林没有带出你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 林林 那次想到要亲生 是在她离开多久之后 是在一年里面 当时因为四处找 对 一直等 都没有等到她的任何的消息 在那段时间 我是特别的傻 我觉得 然后我是这样想的 我吃了安眠药以后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也许醒过来 五年就过去了 我想王浩也应该回来了 怎么那么少 阿姨我想谈到这一段 很不愉快的过往 您心里面还是很难受的 我来帮您问问看 周琳当时显然 你是觉得万念俱灰 是的 不知道她去哪里了是吧 对 你再回头再想呢 你有没有意识到 就在那段时间当中 你可能被自己的想法 给绕进去了 我的意思是说 她离开 你努力寻找她 找不到她并不代表 她就不在乎你 对 我觉得一个爱我的人 是不会这样把我扔下的 然后一扔就是五年 然后又突然之间来找我 很多事情都是不能接受 我也不知道她五年 是不是有新的生活 我只知道我的五年是很伤心的 我知道这五年她过得不好 但是 其实我也是一个人 今天虽然有一些 也有一些好女孩在我身边 也说想跟我以后在一起 但是我都拒绝了 因为我心里面只有灵灵 灵灵我现在回来了 我给你带了一些礼物 主圣我能不能把我的礼物拿上来 灵灵 我知道这五年你过得不好 其实每一年生日我都记得 每次生日我都给你买了一样 你以前喜欢的东西 现在我把他们都拿过来 一起给你 我不要你拿走吧 我不要你拿走吧 来不及了 希望你不要拒绝 我知道 我觉得五份礼物不能填补五年的空白 可是我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既然今天来了 我就想把过去对你的愧疚弥补回来 你想得太简单了 我觉得 你走吧 我不要 王浩 可能太过着急 这样吧 你还是回到原位好吗 爱情的是个难 我买了五件礼物 每年生日时我给他准备一件 是的 我看到应该都价值不菲了 你却太不容易 你不曾真理 就是五份课卡 我每年都会给他准备的 我能看吗 或者我可以读出来让周灵听到 可以 我对你仍旧爱意 我对自己无能为力 这里我随便选一张 亲爱的灵灵 一年过去了你好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你写这个贺卡 因为不可能寄给你 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看到 就像我总有一天会回来见你一样 想你的好 这是在06年的12月份 也就是你走后第一年 周灵的生日是在12月 对 冬天 冬天是呢 你五年里一直是一个人 我说过了 今天有好些女孩子 你们说以后想跟我再一次 但是没办法我心里面只有宁 她是支撑我这五年 一个人慢慢走过来的 最终之中 但人总有感性理性的意义啊 你的理性 这是你的理解 认为只有功成名就了 达到周灵妈妈的要求了 你才有资格去见周琳和她的母亲 但也有感性的一面 你就没有情感空虚冲动的时候 给周琳挂一个电话 那个时候我很想打电话 但是因为她自己又放弃了 所以就没打 后来我慢慢看她的照片 这张是周琳的照片 一段时间我每次想她的时候 都拿出来看一次 这样我就有动力继续奋斗 继续就趁我五年这样走过来 你不挂念她吗 你不好奇她那五年怎么过的 好不好 工作怎样 生活怎样 后悔又与别人恋爱 是啊 你不好奇吗 你从哪来的信心 你觉得周琳应该等你五年 我很好奇 我很相信你 我觉得 我能做得到 她也能做得到 既然你对你们的爱情 信心远远大于你的女朋友 因为她是信息完全不对称的一方 她不知道你调识到 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我在第三年的时候就对自己说 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我要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 我去进修 然后 公布自己 我对自己说 王浩已经死了 你怎么能这样讲啊 你这样对得起我吗 我五年为了你在外面打平 现在我回来了 你不要这么自以为是好不好 你相适五年 一回来就是要我和你结婚 什么都是你自己在想 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怎么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了 你妈说了 要给你一些物质上的条件 但是我没有 所以我要努力去争取 现在我争取到了 所以我就回到你身边了 那你想过我需要这些吗 你是要和我妈妈再见 你用三年时间慢慢疗伤 并且学会忘记王浩了 你也终于做到了 对 我花了三年的时间 也可以说我等了她三年 如果她在三年 三年到五年这段时间 她有给我一个短相细的话 我想我还是会等她的 但是我等到 失望到绝望了 好了 黄浩 你别再纠缠我的女儿了 我老是跟你讲吧 我女儿已经有男朋友了 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怎么能这样 你这样对得起我吗 你这样是背叛我 你五年前离开我 是你先背叛我 我们两个真的是不可能 但回到从前了 我希望你能够祝福我 灵灵是这样的吗 你怎么能这样 你这样对得起我吗 你这样是背叛我 你五年前离开我 是你先背叛我 周灵 不是你三年过后 认识的那一位吗 对的 是她把我从 王浩的阴影中 拉出来的 所以说 帮我成为一个 很重要的讯息 说你快要结婚了 对 我过两个月就结婚了 你怎么能这样 你这样对得起我吗 你不要 这样我回来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 我们在一起 就是说我家里没有钱 现在我努力去挣到了 我现在回来了 你反而不让我们在一起 你有钱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以为钱你什么都可以没到了 五年啊 我们00512 为了你生了多少的苦 你知道吗你 他现在这个男朋友达到你以前要求的什么事 房子120平以上 车子三十几万以上 他不太多要求 我也喜欢这个男的 我就是不喜欢你 怎么了 阿姨 这个我想对王浩来说 过去五年他非常努力 也是希望能够让你对他另眼刮目相看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想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 在伤他的心 所以王浩你当时就认为 周琳妈妈那句话 基本上是对你的一个不尊重 是吧 我觉得对我触动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玲玲感情很好 也我自己的工作也很稳定 但是她就是逼着我们分手 不说要提这么多要求 那我没办法 我只能去达到她的要求 这样我才能和玲玲在一起 好 我妈妈从来没有逼过我们分手 是吧 对 好 王浩是这样子的 我想今天现场的状况呢 有很多出乎意料之外的地方 我为什么还在问五年之前的事情 因为我想你的个性 有些地方如果调整的话 未来你才能够帮助自己 找到真正的幸福 意识到五年以前 女朋友妈妈说 最好更有经济基础 大部分的男孩会认为 嗯 这就代表希望我努力 可是你的理解是 她要我 这个 不跟玲玲来往 然后自己一个人 是非常艰苦奋斗 你做了一个误判 认为只有这样子 你才能够让 对方的母亲 所谓看得起你 那五年之后 你回来 带了一堆礼物 跟一栋房子的钥匙 你又做了一个误判 你认为 这个女孩会等你五年 等你回来之后呢 把这些经济上的实力 展进给她看 她就会回到你的身边 我不知道你们 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 你的世界都在 你的脑海中想出来的 你用你的方式 来解读别人的言语 来期待你的爱情 这个方法呢 恐怕不是 经营你的婚姻 跟幸福最好的一个方式 王浩 如果那时候 你相信我 和我一起去面对我妈妈 相信我当初去相亲 没有什么影响 那我想 根本就不会搞到 今天这个地步 我们也听听 九宫阁的网友 他们对王浩 或者对王浩 与周灵的这段感情 会有怎样的建议 来 我们把九宫阁 切到现场 你好 这位阿姨 主持人好 我认为 如果王浩 爱一个女孩的话 她就只离开了 她也要来一个电话 要保持联系 保持沟通 你现在 一下子不起来别 五年后 你又突然的来了 你叫一个女孩 是没有希望的等待 这是不对的 王浩 你可能还纠结在五年前 明明是周灵妈妈 自己说的 要有房有车了 才能娶她女儿 我明明做到了 你们为什么又这么对我呢 其实你看 这位阿姨 就告诉了你 结果 没有一个母亲 会能够接受 一个不辞而别了 五年的男孩子 突然说 要把她的女孩吃走 我不辞而别 也是为了 你达到她的要求 但你对爱 或者是达到某人要求的 理解是有偏差的 你这样的行为 我们无法解读出爱来 好 我们再来听听 新浪微博的博友 有什么问题 要问大家的 有位博友叫 盘角盘的提问 在女人最美好的青春时代 让她心无旁骛 等你五年 是不是太苛刻了 无论有什么难言之音 也不应一走了之 王浩凭什么要求复合 换角度替小周考虑一下吧 他幸福不是你想看到的吗 人家在质疑你 你凭什么让他等五年 你又凭什么可以 没有告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 不辞而言 你想过今天吗 当你出现的时候 有很多人会质疑你 包括周灵也会质疑你 你想到过吗 我就是觉得 我现在达到这样的条件了 我符合阿姨的条件 她现在应该会看得起我 会答应我和林灵在一起 你觉得现在你成功了 所以无论对于周灵 和对她的母亲来说 都应该是欢欣恭舞的 应该支持我才对 是吧 在这过去五年当中 你没有任何时候担心 女朋友可能不等你吗 那我来替你问问啊 林灵你好 我不知道你现在的 这个即将结婚的男友 他有没有给你创造 一百二十多平米的房子 有三十多万的车子 还有现金存款 是这样子的 我的现在的男朋友 他也许很多方面 都没有网号好 也没有大房子 也没有车子 但是我要的是一个人 能陪在我身边关心我 所以刚才提到的物质条件 你们现在都还没有拥有 对 是这样子 而你妈妈倒反而挺接受她的 对 因为她在生活上的细节上 对我非常的好 我记得去年我生日 她在家做了一桌子菜 要知道对于她一个 从来没有烧过饭的人来说 是非常难的事情 这件事让我非常的 惊讶 我也很感动 她各方面都比王浩 好 也许物质上面没有她好 但是 她能够给我安全感 是她给不了的 其实 刚才 周琳说了很多个安全感 不知道王浩有没有听明白 当年阿姨跟你提这些要求 其实阿姨说的不是房子不是车子 也说的是安全感 她希望将来的女儿的生活 有保障的安全感 而周琳要的也同样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就不明白了 五年前我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我有稳定的工作 但是 周琳妈妈的反而 她可能你和阿姨接触的过程当中 那些戏之末节 谈话 言语当中 让她对你存在一些不信任 我认为 今天在现场 你需要学会一个功课 否则离开了这个现场 将来你的幸福恐怕还是无影无踪 这功课是什么呢 你必须要真正理解对方需要什么 当年不确定 女朋友妈妈在说什么时候 你该问她 我怎么做 你是要我离开你女儿吗 还是别的方式 当年不确定你该怎么做的时候 你该问你女朋友 我该怎么做 我该到外地去吗 还是我该留在你的身边 你怎么希望的 你没有理解 没有发问 就自行决定 所以今天回来 你会发觉所有的人 跟全世界的状态 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你要不要试试看 转过头去 你问问周琳 她现在到底在想什么 对她来说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她希望你怎么做 来 请你开始发问 朱琳 你现在希望过一个 过怎样的幸福的生活 我只希望有个平平淡淡的家庭 然后幸福美满 我不需要有很多很多的钱 也不需要住很大的房子 也不一定要有车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感情基础最重要 一切外在的东西 都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去创造的 你听明白了吗 你听明白了吗 可是这些 我们五年前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要不要再问问 要不要再问问看周琳 她希望两个月之后的婚姻 怎么安排 对于你的求婚 她有什么打算 你要不要听听看她怎么说的 请你问她 因为你只有懂得发问 你将来才懂得沟通 只有懂得沟通 将来才可能会幸福 周琳 你喜欢你现在的男人吗 很好的问题 今天来录节目之前 我也问过她 我这次来录节目 你会不会担心 她很坦然地对我说 她相信我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 我听到这一句话 我很欣慰 因为感觉她很了解我 她不会怀疑我 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王浩 我已经长大了 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她尊重我 相信我 她不像你那样 总是以自己的想法去想事情 她什么事都会来问问我的意见 她可以给我你没有的东西 我也希望你也能够长大起来 多为对方考虑一下 感情是相互的 不是你一个人就能行得通的 你发现这五年 因为你的离去 果然周琳成熟了 长大了 她会去直接地和她现在的未婚夫 沟通这件事情 但是对方给的答案 也让她非常地信任对方 还有种 我好 有种安全感 对 今天有一个事实摆在你的面前 你要求婚的对象 再过两个月她要结婚了 而且他们彼此深爱对方 你想和灵灵说些什么吗 或者灵灵 你想进这个魔方里对她说些什么 我认为我们两个真的是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 我希望你能够祝福我 我希望你也能够过得好 好吗 感情不能强求 祝福我吧 你愿意像朋友一样伸出手 握着对方吗 王浩 很多的时候 爱其实是给对方 对方要的 是成全跟成就对方 我想我们还可以做朋友的 我对方 我给你最高的疼爱是什么 谢谢 王浩非常好 非常勇敢的一句 感情的无点 也是一个来扩达的感情的无点 也是一个来扩达的感情的无点 把爱手紧锁前坐给 我们说爱情是需要等待的 是需要守候的 但是王浩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 你的等待就变成煎熬了 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扩达的 面对自己的过去和将来 今天走出这里的时候 请你记住 当爱已成往事 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 并且去发展你未来将拥有 好吗 谢谢 感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幸福模仿